Hello everyone, this is Wari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一个礼拜两篇 丹林时事也了解相关英文单字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台风海逵这一篇 新闻来源BBC 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英文单字的记忆方法 以及英文长句的阅读技巧 有效的解决你 英文单字背了就忘 阅读看不懂的学习痛点 那我目前是固定每周一晚上更新 在YouTube说明栏的位置 我有放上两个Podcast的连结 那这一篇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文章 相信各位有耐心的看到最后 这篇文章绝对能看得懂哦 那我先播放一下英文 那我们今天会看到单字如下 当然就是台风横扫 这个台湾 并且把树这个连根拔起 那前往附近岛屿像澎湖 这个金门马祖绿岛 这个相关的船只都停驶了 那直扑台湾而来 那有些台风 之前台风绕过台湾 这些相关的单字 那在阅读技巧里面 我们今天会看到补充说明 名词加上which的用法 还有蛮特殊的一个连结词 while的用法 在YouTube说明栏呢 我有放上三个连结 第一个连结是这个 我会把全部单字做好整理 放在quizlet上 方便各位复习单字 那第二个呢 这是非常有趣的单字小测验 不过各位这个注意是有期限的 那最后一个连结 就是这篇讲义的行文连结 欢迎各位下载来收看 答备讲义效果加倍哦 And here comes the first sentence More than 40 people were injured in Taiwan After Typhoon Haikui ripped across the island Uprooting trees and forcing thousands to evacuate 那这个句子短短的哦 各位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会利用连接词来做断句 那各位连接词就是出现在这个位置 after这个字哦 这个字翻译中文是在点点点之后 各位你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我们理解这个字的顺序啦 那把after后面删掉之后 就剩下前面短短的句子了 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第一个单字是injure injure这个单字有伤害的意思 来看一下中文的部分吧 所以more than这个单字意思是超过 more than 40 people 超过40个人怎么样 were injured 这个受伤了 在台湾那 各位这边有一个逼动词 加上ed 两个字组合起来 有被的意思 各位你就稍微了解一下 接下来把after后面把它还原 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第一个单字是rip rip这个单字的动词是撕裂 撕开来它就会出现一个裂口 名词是裂口 那后面加上这个across across这个单字 它是一个介系词 各位它有穿过去穿越的意思 所以撕过去了 各位这个单字指的就是很少 rip across 那这个单字呢 我在底下它做个补充 cross 这个单字呢 它是动词有越过还有很快 你看意思是长得很像 那越过很快 各位你就知道 越过很快是一个这样子的姿势 对不对 越过嘛 那所以各位名词是有打叉的意思 各位它还有十字架 那底下做一下补充 walk 后面加上一个crosswalk 就变成斑马线 对不对 你人走过去 你要穿过去就斑马线 后面加上roads 道路固定要加s crossroads 就变成十字路口 那有个片语 这个是at a crossroads 这个就是处于关键时刻 所以各位这几个单字 这是第一个across cross crosswalk crossroads at a crossroads 这几个单字 那这下一个单字 这个单字是island island这个单字是岛屿 那有个单字跟它长得爆炸像 这个是isolate isolate这个单字是隔离孤立 那各位你知道 你是岛屿嘛 就是我们就是四面环海就被孤立了 所以island isolate 各位这两个单字 不妨一起记它 来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各位这个after 我们要放在最后再翻译 所以各位这个句子 我们要先讲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这我们要先讲 所以在台风 台风海葵 river cross 横扫了这个岛屿 再讲after 之后 各位这倒着讲的 接下来还原斗点后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第一个单字是uproot 这个单字呢 是连根拔起 那我们要看后面有个root root这个单字 名词是根 各位那自根自首 也是这个单字 根 那你就想 各位我们在找东西 如果你是翻到底部 各位它是 还有那个隐约 有一种底部的概念 翻到底部 你就这样 就是翻找 你就知道找这个东西应该是大翻特翻那种感觉 那后面加上一个for for这个字是为了 root是根部 你的内心深处 根部有没有 内心深处是向着谁的 所以root for这个单字 有支持啊 助阵还有声援的意思 下面一个单字 这个单字叫evacuate 最近这个单字好像常常看到 evacuate天灾太多 所以这个单字常常出现 evacuate这个单字是撤离疏散 帮各位复习一下记得哦 呃这个单字va 各位有空的意思 所以空嘛 各位空你就记这个单字van van这个单字是乡行车 乡行车后面是空的 所以vacan vacan 不好意思 vacan这个单字是有空的 各位有直缺的 相当重要的一个单字 下面这个单字是force force这个单字有力气 各位那你知道力气要谁才有力气 不是一个人 要一群人才有力气 动词还有强迫的意思 那下面这个单字 salesforce 这个单字是销售人员 前面加上一个re re 各位我写在这边 re这个单字各位不要忘记 各位它有再次的意思 那in是进去 我让你再次进去 有力量的地方 reinforce 这个单字有加固 有没有强化 还有加深的意思 接下来看一下中文的部分吧 uprooting 就是连根拔起了什么东西 trees 以及forcing 强迫 thousands 数以千人 去干嘛 evacuate here comes the second sentence the storm which made landfall on Sunday on the east coast was the first to directly hit the island in four years 那这个句子呢 各位有没有看到 补充说明啊 补充说明 各位这里我们用两个长相 来辨识它 各位第一个长相 就是有没有 一个破折号吧 破折号后面加上一个which 点点点点点 各位其实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边从这边到这边 各位这是一个补充说明 各位那第二个长相 就是storm 这个这是名词 名词加上which 各位你也要知道补充说明出现了 把补充说明删掉之后 各位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看到主词跟动词了 来那看一下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directly 各位这单字是直接的 这个ly它是副词 所以d把它删掉就变成形容词 变成direct 那各位direct这个单字有着直的 直达的管理跟领导的意思 那各位这个单字后面如果加上or 对不对管理的人 director管理的人就变成经理 董事长还有导演的意思 那各位这个单字其实蛮有趣的 各位我们把里面这个字根抽出来 你就会发现在这里rec 各位rec这个字根它其实就是有直线的意思 直的rec 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字 第一个单字叫correct 有没有correct 那各位你如果我的影片你看的够多了 你就会知道co如果摆在前面就有一起的意思 大家都把它变直 各位正确对的correct 那下面这个单字就不用说了 rectangle rectangle这个单字就长方形 对不对 都是直的嘛 没有错吧 那下面这个单字后面加上if 各位这是一个动词结尾 前面rectify rectify把你变直 纠正改正矫正 所以各位这几个单字都跟rec有关 我们不妨一起记它 direct director correct rectangle go rectify 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所以这个the storm这个风暴是怎样呢 what's the first 第一个怎么样 to directly hit 直接袭击 各位那个台风袭击地震来一起都是这个单字 达到就是直扑 the island这个岛屿 在in four years 在这四年来 把黄色的部分还原回来 接下来先看一下单字 landfall landfall这个单字是到达登录 land这个单字就是土地 fall就是降落 那各位cost这个单字是海岸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各位我这边中文有个字打错了 真是不好意思 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在做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前面这个风暴 所以这个风暴是什么样的风暴呢 which main level 这个就是登录 在哪里登录 在星期天的时候登录 那登录在哪里呢 on the east coast 在东岸的时候 and here comes the third sentence businesses, schools and other places remained closed on the island while domestic flights and ferry services to surrounding islands were cancelled 那这个句子 各位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就是在这里 while这个单字 各位这个是一个连接词 while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断句 那这个while它有 虽然也有同时的意思 那各位这里的解释是同时 删完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各位第一个单字是school 各位school没有问题 这是学校 但是我想你并不是很了解这个单字 为什么呢 首先先看一下第一个 school of each 各位这个可不是学校里面的鱼 各位这个是一群 很好理解 各位school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人 很多同学 很多学生 那你就想那个数量很多 拿来形容鱼真的是再贴切不过 那个鱼有的时候也是 成千上百万只的 在那边游来游去 school这个单字 我们稍微做一下变化 后面加上ler 然后变成scholar scholar变成学者 没错的 这个学校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的学者 后面再加上ship ship表示一种状态 这个是奖学金 scholarship 所以就是这样 我写一下 用school这个单字来帮你做延伸 总共延伸出三个 school school fish scholar scholarship ok 那remain这个单字 这个单字是停留 保持 就是维持在那个状态 那这个单字 你会发现跟它长得很像的是 这个字 长得真的是不要不要爆炸像 remnant remnant指的就是剩下来的东西 产与的部分 而且啊 这个剩下的部分 还是有比较有价值的部分 所以各位 它还有古迹啊 遗迹 那比如说历史上有一些遗迹 就留那个部分留下来的 各位那个就是remnant 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businesses 这个商业活动啊 schools and other places 其他的地方 remain的保持怎么样 closed的保持关闭 在这个岛屿on the island 接下来把黄色的部分还原 先来看一下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domestic domestic这个单字是本国的国内的 这个单字我教各位怎么记它啦 各位这个是do 对不对 do re mi 发说 do re mi 这个是mi 没有re 各位这种记法有点瞎 但是就是do me domestic 看各位要不要这样子记啦 我知道有点瞎 但是我当时是这个样子记下来的 fairy 各位fairy这个单字是渡轮 那surrounding 各位这个单字是周围的附近的 各位这个是有加ing 把ing删掉之后就变成surround surround这个单字有环绕 围绕的就是cojiren 那各位你要知道这个有一个round r-o-u-n-d 各位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圆形 各位你了解那个意思 surround 各位这个单字如果说在后面加上sound的声音 surround sound就是环绕音响 各位假设你被环绕了你当然就要赶快出来投降 各位这个掌的字真的是有够像我们一起记它 surrender不错 surround surrender 两个单字一起记啊 真的是非常的合理啊 来下面这个单字 cancel cancel这个单字是取消还有中止的意思 那各位底下这个单字呢是cancer cancer这个单字是癌症 那当然你如果得了癌症很多的事情都必须要取消 cancel cancer 所以健康最重要 接下来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while 同时之间呢domestic flight 国内的航班 以及什么呢fairy services 渡轮的服务 这个渡轮服务要去哪边的呢 surrounding islands 这个要去附近岛屿啊金门马祖啊之类的 都怎么样 work canceled都被取消了 来复习一下单字吧 首先第一个单字是横扫 横扫在这篇文章是有两个单字 第一个单字是rip across 那这个单字我没有讲到 各位这单字出现在标题啊 这个sweep这个单字也是有很少的意思 下面这个单字就是把树连根拔起的英文 这个单字叫uproot 下面这个单字就是附近岛屿 就是船啊开到附近岛屿都停舍了 附近岛屿 surrounding islands 下面这个单字就是直扑 这个台风直扑台湾而来 这个叫directly hit directly hit 下面这个单字 各位这个单字没有出现啊 我没有讲解 但是它出现在文章里面 我觉得不错啦 各位之前很多台风都绕过嘛 绕过我们台湾 来我们来看一下绕过的英文怎么说 这个字的英文叫bypass 好了影片看到最后我们再将全部的音档 再全部播放一次 各位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来做一下复习 哇恭喜各位又看到最后呢 真是非常的优秀 这个是真心的佩服 那如果你感觉我的影片对你的英文学习非常有帮助 非常欢迎各位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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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